杂役婚宴传播链在昨天新增了6例确诊个案 其中在云林占了3例 是按退休校长的太太亲密友人 还有友人的同事 同事的姐姐她是伦被国小的老师 被匡列居家隔离 因此目前一采英 但学校仍然是持续的停课 亲密友人跟同事在神学院接触匡列的63个人 已经完成裁剪 目前正在等待经验结果 婚宴传播链扩大 在云林新增3例确诊个案 分别是按2213767岁退休校长的太太 亲密友人以及亲密友人的同事 由于亲密友人在神学院服务 接触人员众多 卫生局挫了一旦 对按22137 她在配合的态度上不是很好 大概就是这段期间都是一直在访友 谈开主席来看 退休校长与亲密友人长时间相处 退休校长在确诊发病前 曾15度进出神学院 还留下来过夜 卫生局紧一匡列63位接触者 采验当中 而亲密友人同事 按22180的姐姐 是伦贝国小老师 被匡列居家隔离 一采结果也是音信 但因为伦贝国小师生 多达650人 校方决定再停课一天 疫情催行校园 一共影响一所高中 九所小学 今天除了北港高中 轮贝中心 随灿林国小持续停课 其他6所小学已经复课 县府崩起神经 不让疫情再扩大 借过今云林冲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